我的初走日记演员李爱尔遭知名作家狙击 批评自以为的正义恕不知是过失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演员李爱尔因为先前在个人SNS上 对于韩国严重的汗灾表态 希望用在Waterbomb的水能泉到在朝阳江上 Waterbomb是韩国每年都会举办的博士音乐节 因为疫情停办了好几年 而李爱尔此番言论对网友影射疑似的鱼 他还在演唱会上使用300分的水表态 随后一名作家对于李爱尔演员的言论 做出了表态并说自以为的正义 其实是过失 还说道政治正确主义者们 因为自己公众身份回避公众议题 但却在这种大众都敏感和不满的情况下 说出这一番言论就自然的成为了大众眼中的正义人 之外还说李爱尔看自为汗灾表示关心 但对于汗灾这一件事 李爱尔也仅仅只是在SNS上写下了一句话 而韩国网友看了作者对于李爱尔演员的指责 纷纷表示 在自由的国度虽然能理解有不同的想法 但我还是觉得李爱尔更帅 随便就对李爱尔在个人SNS上传的文字 说这说那呢 一点都不尊重别人 还拿政治正确攻击别人 更觉得一般 作者自己也没资格对别人说什么吧 不过也有不少人表示中立的态度 李爱尔能在推特发表言论 作者也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吗 作者说的蛮对的耶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件事 又是怎么看的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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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